刚刚带大家逛了一下潮州的排房街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李嘉诚的潮州老宅 大家好,我是小丹 李嘉诚的老宅就在潮州古城的北面 位于北马路上的面线像4号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北马路了 没想到吧,这条路居然会是这样的破败 曾经的华人所富 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居然是如此的平淡 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都不会比这里差吧 李嘉的老宅就在这个巷子里面了 巷子并不深,走到不远处的尽头 右手边的那栋小楼就是李嘉的老宅了 当然,这已经不是李嘉诚出生时的房子了 而是上世纪90年代 李嘉诚返乡的时候在原址上重建的小楼 一般潮山人在外发达之后 都有回老家盖房子的情节 听说这栋小楼原先在这还是很气派的 只是随着周边的发展 这么多年了也就慢慢变得普通了 其实李嘉诚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就和他生活过的地方一样普通 他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以及潮山人敢闯敢拼的精神 突然想到一句话 王侯降向印有总工 现在想来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 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 生活环境的好坏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重要的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 你们觉得呢 好了这期视频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是小帆 谢谢大家观看